帽子的饒富人行走斑马线 准备快步通行到对面 一台小课车向左转弯 饒富人当场愣住 车子没有刹车 行人直接被驾驶大力撞击 整个人趴在引擎盖上 最后摔倒在地面 这个是学校的这个斑马线 有绿色的标志 都很明显的 还可以撞上去 当下的阿姨是一直反映说 为什么我会跌倒 这样子 车子靠近瞬间 饶富人受惊吓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下一秒就被推着位 一两到三公尺 从另一个路口监视器来看 他好端端走在斑马线上 却被撞击 车祸就发生在 28号台中丰园区 中山路与丰西街口 匿名就是六岁的 黄信驾驶绿灯左转 唯一规定离让行人 转到70岁老夫人 虽然没有明显外伤 不过饶富人却说头部很痛 送医后患者颅内出血 还在急救治疗中 驾驶小客车的黄信驾驶 虽说是绿灯左转 但应该优先离让行人 释放因为A柱酿货 驾驶没有特别说明原因 警方出判为黄信驾驶 为离让行人 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开罚7200至最高3600元的罚还 并且恐怕被调扣驾照一年 3D信用尼伟之灵 配圈台中采访报道